歡迎大家回來聽醫生說 在我身邊繼續有楊玉春醫生Dr.Charles Dr.Charles是牙齒矯正科專科醫生 上一節我們講過很多關於兒童的矯齒的情況 如果我想漂亮一點 我可否設計我的笑容、面移、額骨可以再上鏡一點 絕對可以 其實菇牙來說我們都好看面型和笑容 很多人以為菇牙都是排齊牙齒 但牙齒可以排齊 但可以很噁心地排齊 你可以哨著牙齒的牙齒齒 你可以笑起來看不到牙齒的牙齒齒 甚至乎是整個嘴唾出來的 但牙齒也是齒齒 所以牙齒齒根本不是最大的意義 我們可以看一看 有三樣面型 有凹面型、凸面型、直面型 基本上由額頭中間、鼻底、下巴前端 如果我們畫一條線 如果這條線差不多是一條直線 我們就畫面型比較直 比較靈 如果下巴套進去一點 變成中間凸出來 那是一個凸的面型 一般來說都是哨牙的病人會有這種情況 如果下巴有凸 令這條線在中間凸進去 這就是凸的面型 很多時都是道及牙的病人 剛才我們看到有些個案是道及牙的病人 我們怎樣去改他的面型 這裏也有哨牙的病人 如果這個小朋友來說 下巴很後縮 我們都有一些功能矯正器 可以將下巴刺激向前方 改變向前的生長 令下巴在前方的位置 現在的樣子就由一個比較凸的面型 變成一個比較直的面型 這裏如果是成年人來說 其實都會有很多其他事情我們可以做 例如我們可以說 嘴有時有些人比較凸 這裏有另一條線 其實很概括地說 因為其實面容或笑容等等的設計有很多 這條線是在鼻尖下巴 最前的位置 如果拉一條線 如果嘴唇在這條線的位置 就會比較理想 如果是比這條線前一點 我們說嘴唇會比較凸 就像這位小朋友一樣 其實嘴唇遠遠超越這條線 嘴唇非常凸 變成這個例子 我們都會用傳統的Cook 用一個剝牙方法 再配一些微重直體 即是骨頂 將牙盡量去修後 令嘴唇可以修得很靜 現在的面型 嘴型就會漂亮很多 因為我們修了嘴唇進去的時候 其實輪廓會比較出現 即鼻和下巴輪廓會比較出現 這是另一個例子 這是大人 其實原理也是一樣 這樣修進去就會有顯著的改善 除這些之外 其實我們也會有笑容上的改善 另外我們也會看牙齒或牙肉露出的程度 譬如說如果牙齒露得很少 可能半隻牙都沒有 好像這個Case 露得比較少一點 笑容的弧度又沒有 我們便會幫牙齒拉長一點 你們會看到做完之後 它的弧度出來之餘 它笑的時候會見到多些牙齒 另一個Case 反過來 這個Case 我們看到牙齒的牙肉比較多 尤其是後面的牙齒更加多 我們便不會再拉長前面的牙齒 如果再拉長前面的牙齒 雖然它前面有一個開口 我們叫開咬 前面的牙齒咬不到 簡單一點 如果我們把上面的牙齒拉下去 其實它便會咬到 但如果我們這樣拉下去 牙齒的牙齒笑會更加嚴重 所以這個Case 我們把後面的牙齒押上去 令到它笑起來 現在你看到牙齒的牙齒少了 又漂亮了 所以你看這兩個案例 它們是非常相似的 兩個都是前面有些開咬 嘴有些凸 都是剝牙去做 但基於它們一開始的笑容有不同 我們有不同的做法去做 最後得出來都是一個漂亮的笑容 最後這個Case 就是嘴凸 加牙骨也凸 上額比較特別 牙骨也凸 令到它笑起來的時候 腦的牙肉又多 以及鱗骨也不夠深 我們這個配合內褲 再加上骨釘的情況去做 將上下的小口齒剝掉 然後將它拉後 同一時間將上額的所有牙齒向上壓 令到它做出來的時候 笑容就沒有了露牙笑 你會看到整個輪廓 好看好多 真的好看好多 其實你有很多Case 你有很多案例和經驗 而是這句 實質上我 應該甚麼時候知道 我要找醫生 我要整理我的笑容 我要整理我的臉型 有時候對著鏡 拆牙 我怎知道我不對稱 我怎知道是凸嘴還是不凸嘴 好像剛才這樣說 我們可以用剛才那條線 其實那條線就叫尾觀線 就是鼻子和下巴拉一條線 即是鼻子和下巴拉一條線 如果嘴唇纏過這條線 其實也很大機會 你的嘴是相對比較特別的 另外不對稱那些 其實人也有些不對稱 不過如果你說我自己照起一塊鏡 我整天都覺得這裡是有些問題 或者這裡真的差很遠 或者上下真的很不平衡 這樣我覺得都可以先諮詢醫生的意見 你一直幫病人的時候 你跟他談的前期功夫多不多 要準備很久 或者要做好得檢查X光 才可以做到笑容或者綿營的改正 絕對要 其實我們要知道 美學這件事隨時有改變 尖言 好像不同年代有不同的需要 隨時有時候翻炒一下 現在喜歡喇叭褲又不要 以前喜歡嘴唇比較凸 現在又喜歡嘴唇比較凸 有時候會有這樣的情況 明白 我們要繼續說下去 因為剛才聽你所說 一直要設計笑容和面影 都要用到枯牙 桌面上有很多牙齒陪著我們 今天到 可否介紹枯牙有甚麼特別的器材 或者裝備 其實枯牙主要分三種 有傳統枯 有陶瓷的枯 白色的就是陶瓷 陶瓷和金屬之中 亦有分傳統要紮橡筋上去的 還有一些不需要紮橡筋 自鎖式的牙齒 這是一個外褲上的進步 因為我們不需要結紮 病人會舒服很多 因為我們紮橡筋上去的時候 其實都扯著那個褲 力都去到牙齒 變成有時每一下都有點不太舒服 另外因為它用一個自鎖式的方法 它的磨擦力會低一點 變成某一些情況 某一些案例 它的移動會好一點 尤其是一些很迫的案例 像這兩個案例一樣 你會看到它很快可以令牙齒排齊 除了自鎖式和傳統的外褲之外 我們亦會有其他的褲 例如我們會有內褲 內褲其實跟外褲的情況類似 它的原理都是差不多 只不過它是貼在裡面 不是貼在外面 所以你就是在這裡 沒錯 沒錯 它其實是最漂亮的 在這麼多種褲之中 因為你在正面真的什麼都看不到 不過你就要吃得鹹魚帶一殼 因為它舌頭有比較高一點 而且比較貴 因為舌頭會在這個位置 沒錯 會夾到舌頭側邊 要少許時間習慣 因為我們外褲的嘴唇動的幅度 都沒有舌頭動那麼多 變成外褲就比較容易適應 但問題外褲和內褲都會適應 因為我們身體會調節 肉磨下磨下都會變厚 令到我們過了一段時間後 都不會太覺得它的存在 有些人在那幾年都說不想拆 它已經玩得很厲害 就是成為身體一部份 我看到我們以前小時候中學年代 很多人用這款 但這款是很傳統的 我看到這款是真的白色 好像跟牙齒的顏色一樣 是的 因為我們都要配合不同人的需要 對於很多人來說 基本上他們都希望菇的牙齒不要禁閣 除了戴口罩之外 我們都會用一些比較沒那麼容易提到的物料去做 而其實傳統的酷和自所色種 即是外酷也好 都是比較做得到最多的東西 因為它力學的設計已經沿用了很多年 變成剛才你看到很多的案例 例如鹿牙玉兆或嘴好得的案例等等 都會更加適合用外酷 最後一樣就是隱形酷 隱形酷是比較新的 它的原理都是用電到模擬去製作牙酷 每一個階段換這些牙酷 讓它動到牙齒 不過它是一個比較新進的技術 變成它都是適合一些簡單的 甚至是中度難度的案例 它都可以用到 但你說太難的 或者牙腳要移動很多 這些就未必那麼適合 變成我們做這個就要配合 混合傳統的酷 這樣去做才能完成某些案例 Dr.Chall Sir 我們都談了很久 不如你說幾個小提示給我們觀眾知道 我想現在我們很多事都說自動導航 AI這些東西 大家都很興奮 其實我們Kuma裡面都很常用到AI 譬如我們的外酷內酷或隱形酷 其實都可以用AI去幫助排列牙齒 但這裏我必須重申 其實AI是沒有辦法取代醫生 在現在這個階段 可以這樣說 第一 如果你看過那些程式 大部份有很多資料 其實它沒有放進去做考慮 譬如很多時候 我們根本沒有看樣子 沒有看X的案片 可能只有一個帽子 或者只有一個掃描 電腦的AI就走 對於臉的影響 就是剛才說的美不美觀 或者對於牙齒的健康 會不會已經排出骨 這些東西其實它是不清楚 不知道 所以其實我們單靠AI去做Kuma 是不可行的 我們有什麼問題 都必須要找回牙齒矯正科 專科醫生 或者有經驗的牙科醫生去做 這樣才可以做得到一個理想的矯齒之列 今天真的長到知識 因為實在Kuma 或者笑容 或者綿營的設計 實在不花百活 所以大家有需要 或者有疑問的時候 記得找對醫生 聽聽醫生說 想看更多精彩的內容 快點下載有線OTT APP